一个真实的用小聪明想掩盖道德缺陷的事情 十二年前有一个小女孩刚刚毕业就去了法国 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 渐渐的她发现当地的公共交通系统售票处都是自住的 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方 根据目的地你可以自行 买票车站几乎都是开放式的 没有检票口也没有检票员 甚至连随机抽查的机会都非常少 她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 她用她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个漏洞 凭着自己的聪明劲 精确地估算了这样一个概率 逃票而被查到的比例 大约仅为万分之三 她为自己这个发现沾沾自喜 从此以后 这个女孩子就经常逃票上车 还自己找到了一个安慰自己的借口 自己是穷留学生嘛 能省一点就算一点 四年过去了 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 优秀的学业成绩让她充满信心 她开始频频进入巴黎的一些跨国公司的大门 愁愁满志地推销自己 但这些公司呢 开始对她都是非常的热情啊 热情的 然后呢 几日之后就蜿蜒相聚 一次次的失败 让她变得非常的愤怒 她认定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排斥外国人 但对方这样回答她 歧视你 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啊 你一来求职的时候 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你的学术水平 我们都很感兴趣 老师说工作能力上 你就是我们需要找的那个人 那你们为什么不收 我为英才为贵公司所用呢 因为我们查看了你的信用记录 发现你有三次乘公共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 啊 我不否认这个 但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情 你们就放弃了一个作有成绩的在学报上发过多篇论文的人才 小事情 我们不认为这是小事情 我们注意到第一次逃票 我们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法国后的第一个星期 检查人员相信了你的解释 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的售票系统 只是给你补了票 但在这之后 你又两次逃票 那时候我正好口袋里没钱 不不不不女士 我不同意你这种解释 你再怀疑我们的智商 我相信在被查询之前 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 就这样 那也罪不至死吧 干嘛这么认真 我以后改还不可以吗 不不不女士 这个事情证明了两点 第一 你不遵守规则 你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去使用 第二 你不值得信任 在我们公司里边 许多的工作必须依靠自觉而做的 如果因为让你负责某个地区的市场或者开发 公司会给你很多的职权 为了节约成本 我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 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佣你 可以确切地说 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 你可能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 直到这时候 他才如梦方形 悔恨难当 我们学博人不能用小脑筋 我们很多学博人就是不相信别人 以为自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台长曾经跟你们讲过 道德常常能够弥补你智慧的缺陷 而一个人失去了智慧 却永远因为智慧 却永远填补不了你道德的空白 谢谢大家 来 谢谢大家